被服侍了我的大英姊妹 當她們按手祈禱的時候 我只是打她們的肩膀而已 除非我有感動 我才會按手在她頭上 我看到她們很被釋放 還有特別有一個姊妹 她服侍她之後 我都問她有什麼感受 她跟我分享 她說過去她沒試過這樣的經歷 她知道頭腦上 她知道耶穌是愛女的 耶穌是好的 耶穌是愛的 她的感覺 但我不知為何我感受不到 好像很遙遠 即是那個人覺得很遙遠 是的,很遙遠 我說 你以前有沒有這樣經歷過 她說完全沒有 但當我去祈禱的時候 她說她那個人飄 她的感覺飄 而且我問她 你平不平安? 覺得怎樣? 她說我飄的時候很平安 很舒服 很感受到神的那種愛 還有我看到她的兩隻眼 是流著眼淚下來 那我 她就是 我說 以前 我們的神是很真的 是很活的 是很容易經歷的 就是這麼簡單 當你親近她的時候 她就是來親近你 她就很開心 她就很開心 另外一個姊妹 溫義牧師叫我 向後排服侍一些姊妹的手 我就 服侍一位姊妹的手 我感受到 我覺得好像有一些能力 在她身上 聖靈已經在服侍她 通常我 跟著服侍她一段時間 我就走開 她就繼續在神裡面享受 我就服侍第二個 後來 葉牧師她過來 又為了姐妹服侍 原來當葉牧師過來 為她服侍的時候 姐妹的東西真的趴在地上 跟著有些東西彰顯出來 然後牧師繼續為她祈禱 後來她也看到她面對很多的壓力 很多不開心的東西 很多人給她的要求 她很不開心 她就哭了 我們老爸在身邊為她祈禱 之後她就得到釋放 而且她人鬆了 她人鬆了 我就可以貢獻 偶然 只有她 她也不會 更做 click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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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